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乌龟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两场我在部落站当中所看到的精彩进攻 第一场是由鸟哥他所带来的飞艇超伐狗球 面对这个阵型鸟哥从大约10点外侧的地方下了一只狗 跟上了几颗气球之后下了工程飞艇进来 准备要在火箭的这一格 让飞艇解体 然后丢下隐形以及狂暴 让里面装着的这些超级法师 哇 你看看把隔壁间的投石机打掉了 现在还要把火塔给拆掉 大本营也打掉 然后甚至连援军的这只狗都要被超级法师给打爆了 打爆了之后 这些超级法师没有再多吃一罐隐形 还刚好把这些小狗全部都带走 你看看12点钟的这三个区块被清得干干净净的 这前夕实在是太厉害了 然后从10点外侧的地方 9点内侧的这个多体火塔 是女王可以直接隔墙打掉的 那蛮王在8点钟的这边 是用冰人扛着前排的火力 然后用超级炸弹人帮忙开墙 让蛮王走进去 处理掉对方的女王 这个时候小王已经赶过来了 她可以安心的来处理旁边的这座天鹰火炮 哇 女王也是非常的聪明 从后面跟上来 这三王前夕带走了这么多的东西啊 再加上刚刚的超法飞艇 整个阵型的左半边已经全部都消失了 现在狗球部队开始要来攻打 右半边剩下来的这些防御建筑 哇 这剩下的根本不多了 四点的外侧 这里下了狗球部队之后 是跟上了大守护者 在三点的里头 是冒了一些电塔出来 这里打开大守护者的无敌之后 打掉眼前的这个投石机 然后加速丢下去 让我们的气球赶快把剩下的防御建筑给打掉 这太夸张了 尤其是前夕的部分 真的是已经打掉了几乎一半的东西了 光是靠着三只英雄 还有飞艇超法前夕 就拆掉了一半的阵型 最后扣下了一大堆的法术 以及女王的技能 拿下了这个飞艇狗球的三星进攻 不亏是鸟哥的拿手流派啊 太夸张了 你看剩下来的气球还这么多 鸟哥在玩这个超法飞艇 搭配三王前夕真的是用的非常的溜啊 现在来看一下下一场进攻 这是伊恩的进攻 用的部队配置是飞龙龙骑士 如果你有看最近的比赛 就会知道龙骑士真的是太夯了 几乎是满满的在比赛当中 看到龙骑士当做主力部队的进攻 现在伊恩是在五点钟的位置 下了双王进来 这是穿着情侣装的双王 马上就要面对到对方的蛮王了 现在是选择从四点的这个面 下主力部队的飞龙龙骑士 进来后面跟上了大守护者 眼前有一个单体火塔 这里有预丢了一罐骑龙法术 然后两三点的外侧是交给了一只雷龙来帮忙断边 现在先把眼前的天鹰火炮给打掉 四点的外侧是在主力部队进场之后 才下了攻城飞艇进来 是一个后手的飞艇 而且蛮尾流的这里离大本营的位置很远 不过还是非常厉害的让飞艇飞到了大本营前方 搭配着隐形以及狂暴 在一阵空军的猛攻当中 还能够顾到他的飞艇操法 现在从反方向下了火箭气球兵进来 很可惜十点内侧的这个火箭 如果可以再多补一个火箭气球兵给他的话 是能够把他给带走的 这边差了一点点 但是影响好像不大 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完了 现在就只剩下这三个对空的防御箭主 对我们的飞龙来说是比较威胁的 拆掉了大守物的雕像 然后打掉单体火塔 最后再拆掉眼前的火箭 我们的三只英雄就活了下来 欸不对 怎么会只有三只英雄呢 我的天啊小王现在才进场 直接用他的技能收耶 哇 上一场鸟哥的进攻是扣下了女王的技能 跟一大堆法术 这场进攻甚至是让了一个英雄都可以拿下三星 太夸张了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在部落战当中所看到的精彩进攻 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见罗 拜拜